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名切家手陳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小東西 就是這個Winny Jack 它是一個無線的藍牙收發器 那今天想跟各位分享我為什麼會使用這個 然後我如何使用這個 那它是如何在我的盤子 跟我的音箱頭上面運作的 那就看下去囉 好 畫面中這就是我的效果器盤 那上面有一個藍藍在閃的 這就是我私情安裝好的Winny Jack 它會連接到這台Morning Start MCA 這是我的MIDI Control 那Winny Jack要如何安裝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用它原廠的這個線 這是一個5PIN的MIDI 去轉一個Winny Jack用的2.5TRS的一個線材 你就可以簡單做連接 那連接方法就是你的MIDI的設備的MIDI OUT 連接到Winny Jack這個進去的箭頭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MIDI IN連接到Winny Jack這個出來的地方 好 這樣就算裝完完成了 因為它裝上去的時候它沒有外接電源還已經點亮了 對 那電源是一個問題 就是它需不需要供電呢 以我的經驗來說就是 只要你有使用MIDI IN 就是你的 是你使用MIDI器材的輸出到它的IN的話 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都不需要供電 那像可是你有些器材是 譬如說我是控制我的音箱頭 那我的音箱頭是只有MIDI IN 也就是我要用它的輸出 它沒有東西可以輸入進去 在這種情況下它就需要另外供電 它可以看到這裡會有一個Type-C的供電 所以我的使用情況我就是會在這種時候 用個可能行動電源啊或是手機的充電器 它其實就可以直接供電給它了 那如果你怕你的MIDI進去的電不穩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再另外給它一個Type-C去做供電使用 那如何配對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像我現在 我只需要 把兩顆Willy Jack都打開 像是這樣 那剛剛本來在閃的 然後它現在是很亮 那就代表這兩台Willy Jack已經配對完成了 所以它們之間就可以互通訊息囉 那我現在就是要去安裝我的音箱頭 然後示範給各位看 好接下來安裝音箱頭這邊 那這個音箱頭它只有一個MIDI IN 所以我就是一條就夠了 那我現在把Willy Jack插上去 各位看到這個圓圓的東西 它是買Willy Jack的時候都會附送的一個小磁鐵 就是你可以把Willy Jack黏在任何你想要黏的地方 像是這樣 就好了 那它現在是沒有開機沒有點亮的 是因為我現在只有使用它的MIDI OUT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要給它一個Type-C的電源 先把電源插上去 像是這樣 好 那它點亮了 那燈號也呈現衡量 代表它目前跟另外一台Willy Jack已經配對成功了 那我們就去試試看效果囉 好 好 目前都安裝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就會用我這台Morning Star 去控制我那個音箱頭的Channel 因為它會傳送一個MIDI的PC給它 那我是一個蠻依賴音箱頭音色的人 所以如果條件允許 我其實都會帶音箱頭去現場表演 那音箱頭不外乎就是使用它的踏板 那不然就是用MIDI 那原廠踏板非常重 所以我選擇走MIDI 那因為有時候舞台太大 所以你很難找到一條 這麼長的MIDI線 那多顆有Willy Jack 我就可以在兩邊簡單的安裝一塊 那我就可以在台前很輕鬆自由的控制我身後音箱的Channel 那使用場景有點像是這樣 譬如說我現在目前是 綠色是我第一個Channel 是我的Clean Tone 然後我可以透過踏板 就直接切到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對 那除了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是使用 像是Camper 或是Quark Cortex 或是各種種效 或是你們突然有放Program 你想要讓你的電腦發送MIDI給你的效果去 讓你實現自動切換的話 那Willy Jack也是一個 幫助你連接非常方便的一個好東西 那今天就簡單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掰掰